每年的两高报告不仅折射出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道路上的不断深化 也对外展示了反腐的成果和加速探寻反腐治本之策的决心 特别是在今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中 多次呼应了18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提出的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初召开的18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 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 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 不降腐的堤坝正在构筑 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对比他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讲话 反腐斗争压倒性态势从正在形成到已经形成 意味着反腐模式要从治标逐步转向治本 会议还提出扎实推进监察体制改革 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 落实改革方案 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 筹备组件国家监察委员会 那么国家监察法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实质是什么呢 1月19号公布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在中纪委七次全会的报告给出答案 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国家反腐败机构 制定国家监察法实质是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 落实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 是中国走向制度反腐的重大标志 探寻反腐败的质本之策 消除监察监督的空白点 是新冠改革的核心诉求 他体现了我们对检查的权力的全覆盖 不管是国务人员 司法人员和党的干部 只要属于国务部门的 行事国务权人都在这个检查范围之内 第二就是行政中合理 我既可以证查你的犯罪 也可以追究你的危机账任 也可以对你进行调查 也可以进行处置 就把这个全过程全部给了 王岐山还在报告中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预计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审议通过国家监察法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 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 在明年3月之前 国家监察委的前期筹备工作将密室展开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周日也在最高检报告中表示 坚持城市腐败力度绝不减弱 零容忍态度绝不改变 全面落实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求 指导试点地区检察机关配合做好 职能机构人员转立工作 建立检察机关与监察委员会的协调衔接机制 当中提到的试点正在北京 山西和浙江展开 按照中纪委此前介绍 试点地区要确保在本月底 完成省级监察委员会组进工作 六月底完成试线两级监察委员会组进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三个试点省市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长 均有一把手亲自担任 这体现了三地对这项改革的重视 两高报告中也多次谈到对自身内部的反腐 最高法工作报告中透露 2016年最高法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13人 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656人 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6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 以零容忍态度坚决诚承治司法腐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也表示 从严承治司法腐败 坚决防止灯下黑 汪玉凯认为 从监督执法者内部 确立起有效的监督监察体制 不仅补齐了过去在反腐全覆盖方面的短板 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提出的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 创造性 时效性 所以这个检察体制 这种大幅度的改革 把它上升到关键层面上 这是一个重大探索 在第一上讲 围绕这个政治体制重大的变革 我们还会采取一系列的改革计算 进行配套完善 这样的我想我们这个 解决这个 不敢不能辅 或造成不想辅 才有可能透过制度 来进步完善 深哲卫视在两会期间 采访的多位全球学者 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制度化反腐动向 并给予高度评价 Corruption is it's been described as a cancer that eats away at countries' economies because it is a terribl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f you know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vailable to a government are being are being taken illegally by people through distortions in a way in the economy it's very very unhelpful so I think the President Xi's very very big push on this is very sensible in many countries of the world not onl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als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an enormous amount of corruption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any of these countries would engage in a similar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like what China is doing